大道 陈科兵 自弹自唱的新疆才子万江 还有包括武塞 赵志德等 演唱实力坚强的选手 此战为了全力求胜 袁文人老师除了帮选手选歌 还要求他们在声音表情下功夫 你们都有一定的唱功 只剩下这些速度跟感染力 我们没有 不能再输任何一关 我们一关都要连起 袁文人对对战策略 以提高选手声音辨识度 以现场演唱的渲染力为制胜关键 而黄大伟队在轻唱PK不幸落败 罗浩颖 徐汉文遭到淘汰 但阵中仍有不少骑兵 包括演唱功力十分细腻的王文 歌声兼具情感与爆发力的孙小亮 印度协同 唱台语歌却很到位的陈美娇 11岁却有成熟歌唱技巧的常嘉宁 其他还有念玫 灵力等各具特色的选手 主张自由学风的大伟老师 这次让选手选择擅长歌曲 彩排当天也到场全程监督 聆听选手现场演唱 并针对状况给予意见 你不用想哪一句哪一句什么什么 不用了 好 就是把那个故事跟我们讲就好了 好的 不用over 不用over 好 放松 好 行 除了适时提出表演建议 大伟老师跟在赛前对选手心战喊话 你到了这边 今天晚上一定要尽量休息吧 不要想 不要想那么多 明天见 好 谢谢老师 明天不要听到你们睡不着了 是啊 今天晚上谁睡不着了先打给我 王大伟队对战策略 以鼓励方式给予意见 帮助选手放松心情 保持最佳状态迎战 我们现在愿意吗 是的 我们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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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分组对上赛关键一意 到底哪一队能在今天捍卫荣运呢 情愿优优独播剧场 전 or a cat will condescend to treat you as a trusted friend some little token of esteem is needed like a dish of cream and you might now and then supply some caviar or Strasberg pie some buttered grouse or salmon paste is sure to have his personal taste and so in time you will reach your aimand call him by his name a cat's entitled to expect these evidences of respect so this is this and that is thatand there's a human dress a cat Sunlight through the trees in summer endless masquerading like a flower as the dawn is breaking the memory is fading touch me it's so easy to leave me all alone with the memory of my days in the sun and if you touch me you'll understand what happiness is look a new day a new day has begun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聲歡迎我們音樂的劇 Cats 兩位主要演員 歡迎 Oh so beautiful Thank you Villian and John 剛剛看到這麼精采的演出 也想問問兩位 其實他們對於表演的那個熱愛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比如很多人會想當明星 可是你知道他們在這個Broadway秀當中 或甚至是Off Broadway秀就是外百老會秀當中 他們不見得是要當明星 他們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 那聽說呢這個可能不見得這個配會很高 可是每個晚上都要演出 那是需要很大的體力跟精力的 所以其實可不可以談一談他們對這個音樂的熱愛 還是做這份工作大概做了多久了 其實剛剛這個John有提到說 其實他真的就是熱愛這個工作 他就是喜歡 然後當然伴隨而來 包括他們可以到這個世界去旅行啊 看看不同的人 看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城市 他破了很多的紀錄 包括是呢他們在這個紐約的這個 我剛剛講到Broadway秀喔 其實演出7485場 而且這個秀已經演出了16年 又兩個月這麼久 那麼現在是來到台灣 即將在9月17連續三天在台北小巨蛋演出 之後呢也會在台南高雄共事務場的巡迴演出 在這邊我相信剛剛他們一唱啊 後面選手都在唱啦 因為真的唱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而且很專業 再次熱烈掌聲 謝謝我們的John Andelia也謝謝Sandy 謝謝 接下來就要歡迎另外兩隻貓 一位是老謀聲算的貓 一位是懶懶的胖貓 來 好 歡迎我們的黃大瑋老師 小胖老師 老師 我覺得這個經過一次的敗戰教訓之後 其實小胖老師有沒有對選手 包括心理上面也要再 當然有 其實我 我很真的很喜歡他們 他們自己 在這個失敗的經驗裡面 他們吸取了很重要的經驗跟教訓 他們找到了對的適合的歌曲 來好好的發揮 我覺得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收穫 都是他們自己找的嘛對不對 當然不是 你沒有幫忙 有啦 OK 明星藝能學院已經到第三屆了 這次的班級多了一個很重要的班級 你想變得跟他或他一樣胖嗎 來 明星藝能學院 趕緊加入明星藝能學院的專業班 希望我都可以見到你們 喜愛音樂的朋友們 趕快來 下一個巨星就是你 接著說明本週比賽規則 兩隊以猜拳決定演唱順序 共分為八組一對一PK 累積總分較高隊伍勝出 落敗隊伍將淘汰兩人 而本週評審包括了 知名歌手林志炫 音樂才女佐安安 實力派唱將康康 創作才子尤鴻明 最後是造型大師Roger 現在出第一組默契合唱組